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 助劳制度基础提高食品安全治理水平的有关情况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孙梅军和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出席此次例行吹风会 并回答记者提问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但现阶段我国食品产业小散低为主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观 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炼条长体量大风险触点多 针对这些问题10月31号国务院发布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修订后的条例共10章86条 修订的重点集中在细化食品安全法的原则规定 固化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等五个方面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将于12月1号起正式实施 为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接下来有请小辉带来今日热度榜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一起来看看有哪些热点事件登上了今天的榜单 排在首位的是六部门约谈主要网约车平台公司 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联合约谈滴滴出行 首气约车神舟优车等八家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 约谈指出各主要网约车顺风车平台 要细化整改措施 落实整改举措 进一步完善企业制度和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 排在第二位的是 腾格里沙漠清出了四万余吨污染物 近日腾格里沙漠清挖出了污染物约四点二万余吨 污染物为某纸业公司只将生产线早期产生的废弃物 宁夏中卫市生态环境局对该涉事公司 涉嫌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 那我们看排的第三位的是 浙江高速后排不计安全带将被罚 从11月11日起 只要是在浙江全境内的高速行驶 乘客不按规定期安全带的 将会被罚款50元 包括坐在后排的乘客也会照罚不误 对此呢很多网友也有话要说 有网友说了 不要认为是警察跟你过不去 那是在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还有网友说了 经常坐当地的小巴士 就会发现安全带基本上都是坏的 这可怎么办呢 其实这位网友的担心不无道理 那么我们也希望 相关部门在做出规定的同时 也要对一些配套设施 进行提前检查和监督 让新规定落到实处 让群众收获好处 好了 以上就是今日热度榜的全部内容 在这里我们也要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征集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电子邮箱来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参与互动 您的观点将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 接下来进入今日聚焦 11月9日 湖北武汉一名9岁的男童 不慎掉进一个工地的下水道的井坑 事发之后 经过多部门数小时的救援 男童被打捞上来 但是已经不幸身亡 事发地点位于湖北武汉传媒学院 正对面的一处施工绿化带内 9号中午12点多 男童小横和唐叔正在这里活动 孩子的父亲也在不远处上班 然而谁也没想到 走在前面的小横突然掉进了井口 小孩他一踩我一盎 我就往这里一看 我有这个档子他已经成了一半 就瞎一瞎看不到 他要往下再一次我都跑得很快了 当我一过来 就连人都看不到 我就赶快喊我同兄 马上把我同兄绑了下去 后来1910就到了 距离事发地不远的地方 就是男童父亲做生意的小铺 尽管事发后家人立即进行了搜救 但他们也没有想到的是 湍急的水流已经把孩子冲到了 大约500米以外的 另一口排水井的下方 他说结果就是这样 水就到这里来 冲到这里来 这里有个 他们说有个管子 应该是小孩从这里过不去 应该堵这里来 没有生命铁子呢 当晚6点多 事发地周围拉起了警戒线 井口也被人用废弃的共享单车挡了起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 南童失足掉落的污水井井口和共享单车的车轮差不多大 目测深度较深 站在井边只能听到非常湍急的水流声 10号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和江夏区人民政府 已经先后与南童家属见面 据了解 早在2013年 湖北武汉城管就宣称 为武汉市的700个污水井 安装了密码锁与保护网 还供建了井盖数据库 解决井盖缺失沉降 突出移位 破损等问题 11号 作为事发工程 代建方的武汉光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发布了情况风暴 称 事发区域位于武汉传媒学院对面凤凰花园 二期附近 属江夏辖区 发生事故路段工程 有所在区投资建设 光股建设公司代建 武汉市政集团总成建 目前事发污水井已进行加盖复原 井盖周边区域已实施打围 没有盖的印井 无人管理的深坑 往往会变成我们身边 暗藏隐患的吃人陷阱 我们来看几件类似的事情 2018年4月 山东梅芳 一名5岁的男童 在跟随家人挖野菜的时候 不慎坠入了一个百米深井 经过近15个小时的救援 男童被救出并送往医院救治 让人痛心的是 孩子最终不治身亡 2019年8月 在贵州遵义 一名三岁的小男孩 脚踩上了一个有破损的井盖 那井盖瞬间就裂开了 孩子直直地掉入了印井中 而这个破损的井盖周边 既没有防护栏 也没有提示牌 所幸的是 孩子及时得救 没有生命危险 那针对这样的现象呢 很多城市都在想办法 比如说武汉他们的城管 在2013年就已经宣称 为这些污水井安装了保护网 构建了井盖的数据库 然而悲剧并没有停止 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 本栏目特约评论员 岳运生律师 岳律师 悲剧的发生 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 很显然的 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 就是施工单位 没有切实负责 那么在工地上的 没有井盖的污水井 施工单位没有采取 有效的防护措施 导致孩子掉到井里 发生事故 那么施工单位 是直接的责任方 应该承担 民事侵权的赔偿责任 同时呢 因为在生产作业过程中 违反有关安全生产规定 导致一人死亡 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故 那么相关人员 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另外呢 也要提醒有关各方 那么对于施工工地 以及安全生产 有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呢 应该切实负起责来 应该加强相应的管理工作 能够避免呢 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好 感谢岳律师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件事 网络购物 因为它的便利性 已经逐渐成为 很多人生活当中的一种常态 然而呢 有些不法分子 却将黑手伸向了网店 王女士是重庆市网商产业园里 一家网店的负责人 今年7月份以来 王女士发现 自己网店的客服账户 总是频繁地出现 异地登陆的情况 就是我们客服端的系统 然后提示我们的时候 发现很多账号 就是在异地登陆 比如说是像湖北 荷兰 反正是不在重庆本地登陆的 随后 王女士的店铺也出现了异常 一项幸运较好的网店 开始频繁地接到客户的投诉 而投诉的焦点 是有人冒充客服 索取客户银行的验证码 当时顾客联系到我们客服 就是说联系他们 然后就是说把截图 以及买家的任何详细事情 都截出来 然后让他提供一下验证码 还有打款 密码以及截图 警觉的王女士认识到 自己的网店很可能被黑客入侵 她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 广安支队立刻介入调查 通过分析警方发现 问题的根源 是王女士曾经点开过的 一个文件包 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有人以客户的名义 向王女士发送了一个文件包 说文件包里面含有订单信息 要购买王女士网店的商品 就是这个订单点 doxc.com这个文件包 当王女士点了这个文件包之后 他就会生成一个文件夹 叫订单信息 然后这个文件夹里面 就含有四个 经过免杀处理的木码文件 其实当王女士一点击这个文件包的时候 他王女士的电脑就已经被植入木码了 这样黑客就可以远程的控制 王女士的网店系统 从而盗取王女士网店系统的 客服资料 订单数据 从而实施犯罪活动 通过技术手段 警方发现这个神秘的黑客团伙 在窃取了大量的客户订单信息后 便会将这些数据投放到暗网上 进行售卖 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黑色产业链 盗取了用户的订单数据之后 然后他就把它投放到一个 暗网交易市场上面去贩卖 如果是历史订单数据 它的价格都比较低 大概是四毛到八毛钱一条 如果是实时的 新鲜的用户订单数据 它的价格都比较高 能够达到两块钱一条 仅仅是我们这个黑客团伙 在一个月的时间 就非法从网上盗取 一百多万条 实时订单数据 非法获利两百多万 暗网又被称为隐藏网 普通用户无法通过 常规互联网手段搜索和访问 因此也成为了一些 不法交易的聚集地 那么究竟是谁在暗网上 疯狂地购买这些订单数据呢 这些数据又有着 哪些特殊的用途呢 他们是都是说店铺 购买就是其他的店铺 购买自己行业内的那些数据 然后他们是做推广的 就是历史的订单用于营销 新鲜的订单用于实施诈骗 然后不法分子 获得这些数据以后 就对网购者实施精准诈骗 警方发现 这个专门攻击网店 盗取订单信息的黑客组织 分布在全国各地 今年8月14号 重庆江北警方在江西 将主要犯罪嫌疑人李吴某公某抓获 今年8月29号 在四川成都将负责制作 钓鱼网站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 今年9月11号 在贵州将负责制作梦马病毒的犯罪嫌疑人李吴某抓获 这个电脑是你自己家用的是吧 家用的 我们待会要检查一下 这里面除了这个手机 一个手机 一个电脑之外 还有其他什么东西 没有其他电脑 没有其他电脑 一直去找这些资料 干嘛去研究 然后发现有一个远控 就是远程控制那种软件 他可以生成木马 发送给那种商家 然后通过他们的后台 去拉取他们的资料 据介绍 以犯罪嫌疑人吴某为首的黑客团伙 是重庆警方在近网2019专项行动中 打掉的首个专门盗取网店订单 并在暗网上进行非法交易的犯罪团伙 而一些网店频频中招 导致大量客户信息泄露 也是由于部分网店客服人员 缺乏防范意识 也未能做到及时报警 商家对那个客服人员的培训 还是不够的 基本上都是客服中木马 没有说商家自己 就是自己账号拥有者 他自己去中木马 他们一般碰到这样的问题 他们都不会理你 不会理睬你的 特别是从事网上的企业 要加强防范意识 不要点击来路无命的链接 发现异常 及时向署地网安部门和派业所报警 避免经济损失 好 下面我们要继续连线 岳玉生律师 岳律师 在这起案件当中 相关的各方 分别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在这起案件中 相关各方肯定都涉嫌犯罪了 那么根据他们的行为不同 处犯的罪名也有所不同 对于这些黑客 那么侵入被害人的计算机 来获取相应信息的 那么涉嫌的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那么对于提供木马病毒的这样的一些不法分子 他们涉嫌的是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还有就是明知道这是通过非法手段 所取得的公民个人信息 那么又购买这些公民个人信息的 而且数量巨大 那这些购买者也涉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好 再次感谢岳律师 继续热线关注 11月11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举办第32个检查开放日 本次开放日的主题是 检查护航民企发展 全国五十余位知名民营企业家 参加了本次开放日活动 自今年8月中旬以来 全国四级检查机关先后组织开展了 检查护航民企发展活动 累计三万五千余名企业家 走进各级检查机关 当面向检查机关反应诉求提出建议 据统计 今年1至9月 全国检查机关批捕起诉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犯罪 上升幅度均高于总体刑事犯罪 共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71774人 决定起诉94599人 其中批捕影响非公经济发展案件 10377人 同比上升1.3% 起诉影响非公经济发展案件 14203人 同比上升39.7% 依法准确及时有效打击了 侵犯企业家财产权 创新权益及经营自主权等犯罪 近日北京铁路公安局召开 70周年大庆安保维稳工作 总结表彰大会 来自全局安保一线的部分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 接受了表彰 表彰会现场 北京铁路公安局领导班子成员 分别为受奖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 受奖集体代表表示 参加此次表彰大会 既是对全体民警的充分肯定 更是鼓舞鞭策和激励 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战大考 至今我们所有的同志 应该说新潮澎湃 九九仍然不能平静 凝聚改革合力 携手砥砺拼搏 为护航铁路安全 和铁路公安事业的高制发展 担当北京铁路公安局的 新使命创建新战功 下面进入今日热图 好 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里就是建口长城 我们看到建口长城 很多城砖都已经掉落了 而且有一些已经成为粉末了 对 那么这段长城 其实它是不对游客开放的 但是有些人就是不那么守规矩 偏要去走一走踩一踩 我们来听一听 白宇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如果有人送您一块 明长城的城砖 您会怎么样 我想即便不会树枝高阁 也会好好地珍惜 因为您知道它的价值 如果送您一座长城呢 建口长城就是历史的遗赠 但这残长城它不禁爬 你踩它一脚 它很受伤 它掉下一块来 你也很受伤啊 今年六月份 以最小干预 原样保留原地加固为原则 建口长城南段修缮完工了 但是这段长城啊 并没有作为景区对外开放 明显位置呢 也都写着禁止攀爬的告示 为了和修缮后的长城做对比 工作人员啊 特意保留了一段 没有经过修缮的原始长城 并且在旁边呢 还挂了一块现状展示的牌子 城墙边上还用仿骨的砖 修了一条人形的步道 但是有些旅友天天不走修好的路 就愿意走这没有修过的长城 登山障是旅友的标配 可也是长城老砖的天敌 登山障底下那尖 扎到砖上扎轻了 掉灰 扎重了 砖就碎了 扎多了 这明朝的砖就变成了明朝的墨了 物以西为贵 它不是以墨为贵呀 不道长城非好汉 比喻的呀 是不能够克服困难 达到目的 就不是英雄豪杰 不是让你把中华瑰宝 踩到粉身碎骨 所以对那些 只能够看懂表面文章的人来说 您更应该记住的是 不爱长城非好汉 而且各个长城景区啊 我觉得也都应该把那宣传标语 改成这句话 我相信 大部分的旅友都爱长城 但我更希望 这些爱长城的旅者 能够变成爱护长城的志愿者 那首歌是怎么唱的 如果你爱我就别伤害我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好 感谢白宇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场跨越42年的团圆 在42年前呢 安徽天长的一个小男孩 和家人走失了 他的父母从此就走上了 慢慢的勋子路 40多年来面临种种的困难 但是他们始终都没有放弃过 前一段时间呢 分离多年的一家人 终于团聚了 10月8号 王玉才夫妇在山东高密 终于见到了思念了大半辈子的儿子 42年前 王玉才的儿子5岁时 在一次外出看电影时 与家人走失 夫妻俩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寻子之路 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建立后 王玉才夫妇将自己的血样 录入了全国DNA数据库进行比对 但当时并没有发现有效的信息 比对的失败并没有让夫妻俩放弃 直到今年7月 警方告知他们 一名47岁的山东高密男子 与他们的儿子的信息基本吻合 据了解 42年前 王玉才的儿子与家人走失后 被人带到了山东高密市 养父母将其改名为谭乐军 谭乐军说 小时候听邻居提起过 自己是被父母从外地抱来的 多年来 他也一直在寻找着亲生父母 他出生的时候 他出生的时候可以找他 我借了四百个钱 到里面去找他 到里面去 落费都没有了 落费都没有了 也没找他 他回去了 回去了 第二次来一个也没来 虽然一次次无功而返 但谭乐军从没想过 要放弃找寻自己的亲生父母 今年三月 他到当地公安机关 采集了DNA血样 就是这次采集血样 让他有机会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心情是再无法说了 没法说了 都都不会多了 说多啊 多啊 多啊 搞定的 11月7号 中华慈善总会 一张纸限爱新行动 慈善公益流动宣传车 启动仪式在南昌举行 中华慈善总会 自2008年推出 一张纸限爱新行动以来 以累计收集废旧纸张5万多吨 筹集善款约4000万元 有7000多贫困大病患儿 及家庭受益 本次推出的流动宣传车 车长13米 外形为家常版乡式货车 该车承载了 公益文化流动传播 慈善品牌项目流动推介 公众参与慈善互动交流 等多项功能 启动仪式后 两辆宣传车将开赴 全国各公共场所 开展慈善文化活动 传播慈善理念 传递街头正能量 11月7号到10号 第23届全国发明展览会 在广东举行 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是在广东佛山 近日 第23届全国发明展览会 在这里举行 作为一年一度的 创新发明交流的大平台 在本届展会上 可以说是展示了 来自全国的各种 最新最热的发明和创新 我们也通过镜头 带您一起去了解一下 本届展览会的主题 是发明创新合作共赢 在VR体验专区 智能穿戴设备引人关注 在智能家居展区 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改变 触手可及 而在国防知识产权展区 管道机器人 特种车辆训练器等 展现了知识产权 军民融合的新技术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 发明展历程 高端智能制造 环保节能 新一代信息技术 粤港澳大湾区 以及青少年发明创新等展区 同期还举行了 一带一路 即金砖国家技能发展 与技术创新大赛 本月是消防安全宣传月 多地消防部门 以多种形式 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 近日湖北省校感市 消防救援支队 组织120名消防志愿者 深入商户街头 居民区等人员密集场所 开展以防范火灾风险 建设美好家园为主题的 消防志愿服务行动 在活动中 消防指战员和志愿者们 向居民和商户发放防火宣传单 提醒广大居民 增强消防安全防范意识 注意防火安全 近日重庆市江津区 2019年119消防宣传月 启动仪式 即消防演练活动 在洛恒原区管委会 办公大楼外广场举行 共计700余人参加 现场共计为群众发放 约3000余份消防宣传资料 科普消防安全知识 近日 燕台市消防救援支队 邀请著名作词作曲家 联合为消防救援队伍 创作消防救援战歌 展现消防救援队伍 传承初心使命 扛起改革担当的 累累硕果 下面来看一则 警情通报 青海省公安机关 公开悬赏击鼓扎西 马海云 刁永复 马彪等31名重大 涉黑涉恶犯罪再逃人员 希望社会各界 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有效线索 及时检举揭发其黑恶犯罪行为 发现涉黑涉恶犯罪再逃人员有关情况的 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对提供线索的举报人 以及协助缉捕的 有工单位或个人 公安机关将依据有关规定 进行奖励 更多信息请关注青海省公安厅官方微博 好 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发生在 广西青州的救援现场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线12 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 好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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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